中东 接下来把焦点看到中东 中东在以色列这里的攻击 是真的完全没有要停了 把所谓的哈马斯的领袖 爆炸杀死了之后 以为战争有机会停吗 至少拜登是天真的以为 但显然是没有的 现在昨天连续连夜 又在深夜里被鲁特火光冲天 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以色列不停的多面的 在进行空袭 让这个市区呢简直是犹如 这个炼狱一般 那他们说空袭的目标是什么 是真主党的金融机构誓言 要切断伊朗对于真主党的 所有金流 所以一炸再炸 那这个当然还有提早一个小时 要大家疏散的这个位置 但其实炸的还不止说要疏散的位置 往周边都炸了 他炸了黎巴嫩的医院 还造成了28人的死伤 他说为什么要炸医院 因为底下藏有真主党 数亿的黄金跟现金 也就是说钱从哪里来 他也会钱出去的人 都要把它炸掉就对了 那以色列目前的回应是 真主党把5亿美金黄金 现金藏在这底下 会精确的袭击医院区 不会打到医院建物的本身 但仍然造成了医院旁边的 28个人死伤 当然精确的数字 因为这个都是在战争的状态当中 我们都要有资讯有限 真的没有炸到医院吗 那这些死伤哪里来呢 那叫人家疏散 也没有来得及 真的是疏散到该疏散的地方 例如以叙利亚首都好了 也遭受空袭 造成了二死三伤 以色列就说 我们在又是击毙 真主党的汇款部门负责人 首都大马斯给了一辆汽车 当天被以色列空袭 造成人家死亡 那都是我们本来就应该的 叙利亚军方所公布的这些人 难道就通通都是哈马斯 或者是伊朗所提供的金流 要断得了吗 那显然以军的发言人 就是不断的强调 行动中急杀了真主党 汇款部门的负责人 成果很斐然 而以军称尼巴嫩的真主党 向以色列也发射了60枚的炮弹 那这60枚呢 看来是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总之怎么样才肯停 对于以色列来说 美方一直在想办法 想要在大选前 是不是有可能 要以色列不要再杀戮到 这么多 让世界上的人 是看不下去了 那美国国防部长奥斯顶说 很难确切讲 尤其关于伊朗报复 他到底要怎么对伊朗 这件事情 欧斯顶说很难确切说 以色列打伊朗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会继续看看 将发生什么事情 跟我媒体人一样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连国防部长都只能说 我继续看下去 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那谁知道呢 那么以色列提了两个条件 说要终结黎巴嫩这场战争 美国官员摇摇头说 这很怕难做到 为什么 因为在削弱黎巴嫩的主权 条件是什么 第一个 以军要能够积极的执法 而且 第二个是要在黎巴嫩的领空 享有自由行动权 就兜你的啦 主权都给你啦 美国官员说 这些条件是不可能 获得国际社会支持 他说非常不可能啦 其实最后会不会 美国支持 我不知道 因为美国现在什么都有可能支持啊 那甚至这个 所谓的高级内阁部长跟总理 纳坦雅胡 特别这个成员里面 鼓励这个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居民 要去移民 住这里的人 你们赶快搬走吧 你们离开这里啊 让我们的囤肯区 我们的人进来 这是解决冲突的最佳 和最道德的解决方案 要其他国家的国人离开家园 就是最道德的方案 这是以色列讲出来的话 所以以色列是到底要 伊朗报复到什么程度 要不要报复 昨天看到推播的时候 这个拜登已经知道 说他也同意了伊朗要报复 到底准备要干嘛呢 伊朗驻联合国的代表团说 美国将为煽动纵容以色列 针对伊朗的任何侵略行为 来负全单的全程的全所有的责任 因为拜登说批准了 以色列可以去报复伊朗 到底批准了什么 要怎么报复 美国国防部长说 要继续看一下去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批准 还是只是告诉你一声 我要怎么打随便我 真的是不知道啊 现在传出来 国务卿布林肯要飞去 约旦中东这些地方 商讨加塞走廊 怎么人道援助 你就一边叫人家打 同意 一边又说我要给予人道援助 那很矛盾不是吗 那美国说支持伊朗跟巴基斯坦的 武器计划的公司要实施限制 礼拜一开始把20家 26家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 那因为他们涉嫌支持 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武器 无人机开发计划 那七名以色列人 还担任伊朗的间谍被捕了 说是涉嫌了收集军事基地等等的 其实现在几乎是完全不对的情况 伊朗也是刷在等 对于以色列到底什么时候如何攻击 我们要问的就是他至少规定 以色列不能够炸伊朗的核设施 这也规定 第二个就是对于石油生产设施也不能炸 所以民生设施都不能炸 也就是说只能够等比例的对等的原则 那也就是只能攻击伊朗的军用的设施 那上次伊朗对于以色列打击的是 以色列的机场 还有摩萨德的情报组织 那摩萨德的总部的那个建筑物没有打到 是打到他外面的一些广场 而现在的情况 如果说拜登真的批准的话 那以色列也只能够炸伊朗的这个军用的机场 而且也只能炸两座 因为伊朗只炸两座 所以以色列也只能炸它两座 真的相信它有这么规矩吗 谁知道 美国也没把握 所以美国的国防部长也不知道 他只能说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句话好熟 对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但是问题是在于 伊朗已经有讲得很明白 你用任何形式的攻击我 我势必会再反击 然后伊朗的态度是说 我的反击不一定会立即的 但是我一定会反击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一定是对等的 那也就是说你攻击我什么 或者你打我什么军事设施 我就会对等的打你军事设施 也就是你如果不打我的民生设施 我就不会打 你如果不打我的核设施 我也不会打 但是如果你打我的军用设施 我还是会打你的军用设施 那它的意思是 我没有打算要跟你以色列爆发前面战争 但是你一旦打我 我就势必会报复回去 那这样的话就冤冤相报 核事了 谁也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停 我觉得黎巴伦的问题导致比较严重 黎巴伦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它历史有五千年 五百多万人口 然后穆斯林有五十四左右 基督徒有四十一左右 然后他们是三驾马车 基督徒天主教当总统 然后逊尼派的 所以你看它的穆斯林里面 有什叶派跟逊尼派 逊尼派的当总理 什叶派的当议长 分为这样的一个三驾马车 来共治这个国家 那以色列怎么可以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 说对不起啊 你要我停火可以 从此以后 黎巴伦不是加沙地区 是黎巴伦就再也没有国家主权了 归我管了 归我管了 我的飞机爱怎么飞就怎么飞 我的国防军要进入 黎巴伦完全执法 我觉得哪有这种事啊 连美国都看不下去了吧 他们的总理内达尼亚福的住所被 被攻击了 被攻击了 而且成功的达到 只是因为还好他的夫妻都不在 所以没有人伤亡 这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说这个真主党 他们本身的无人机可以突穿了 换言之也就是说 以色列所建立起来的防护网 并没有他们自己讲的那么有效了 这反映出他的生产能力跟不上他的需要 也就是说他消耗的速度太快了 而且数量太多了 铁琼的数量也不够 那么中段跟远段的也都不够 刚刚栗将军讲的 美国的第一套已经送到了 可是第一套的全半段是送到了 也就是两个发射车 那对于他来讲他需要两套 一套就是48枚导弹 两套那也就不够就是90几枚导弹 可是问题是伊朗会有多少枚的 这个超高音速的导弹 这个没有人知道 前段时间一打就是180枚 那如果说伊朗有更多的话 尼萨的系统也就用完了 你后面能不能再接得上去 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 要去攻打或是要去反击 所谓的伊朗他面临困境 所以就是为什么从10月1号 到现在已经23号了 然后到现在还不敢反击 也没得反击 然后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以色列的颜面一直在扫 因为他当初强调的就是 他不能够示弱 他一定要反击 但是绝密的情报也被泄露出来 然后他的反击地也被限制住 然后我们也看到伊朗就讲得更明白 就是你一攻击我 我绝对再攻击 那这样的情形 未来的美国的萨德也会不够用 他总共七套 那他到时候如果也不够用 那对美国人来讲也是一个问题 以色列他对珍珠党目前的进展速度这么的慢 跟他原来的判断都完全不一样 他以为可以四足破足 结果现在打的受阻了 联合国坚持不走 他想办法把联合国赶走 也赶不走 他要往前推也推不上去 结果他现在的消耗损失更大 军官死亡的层级越来越高 这样子对以色列其实已经处在于一个不利的一个地步了 结果最不利的消息竟然传出来的是政治面 这个连美国也都撑不住了 为什么 因为原本大陆把这个伊朗跟沙特 因为他们是两位 一个是逊尼派的领袖 一个是什叶派的领袖 把他们握手了 那握手大家就觉得说 哎呀他们内心里面 还是一定有很多的 随时都可以挑拨成功的 结果现在他们沙特竟然 这个伊朗的外交部长去访问 沙特也热情接待 那他们又西方人又开始说 哎呀这个都是 这个外交上 目前是因为有更大的 外敌 有共同的敌人 有共同的敌人 所以沙特也被逼 必须要把巴勒斯坦拉进来了 因为沙特本来是谈到的就是 巴勒斯坦的问题没有建国 他也可以恢复跟以色列的正式关系 现在看起来沙特王储的已经说了 巴勒斯坦没有建国 那建交不可能了 结果现在更进一步了 由沙特主张说我们两国联合海军演练 演习而伊朗欣然答应 这代表什么 军事演习更进一步的时候 彼此之间的互访基地 军事机密 让你看到的就更多 这代表这两国两军的关系 比以前更加的密切 这个怎么会是 对美国来讲 对以色列来讲 当然是不好的消息 那谁把这个局面搞成这个样子 当然是你美国跟以色列 没有别的国家了 目前我们看到在加上以色列 而且有地面部队作战的一个优势 对 所以他的军队就直接开进加上 把整个加上地区几乎都快要扫平了 我们看到加上的悲剧不断的上演 对 这些老弱妇孺流离失所 然后悲惨 他们的悲惨的遭遇 那么引起不了这些欧美的白人的政治领袖 政治人物的同情心 怜悯心都完全没有 你看看美国的这些国会两党 这些国会议员也好 美国的白宫 美国的国务院 还有欧洲的这些政客 他们对于加杀人的这些悲剧 你看看这个孩童的哭泣 他的痛苦 你看到这个年轻的一个优秀的大学生 将被火烧死 都不会让这些白人 他们有任何怜悯心 彻隐之心 同情心 他们完全没有 有时候我们会用俗语讲说 他们的狼心狗肺 他们的心都被狗吃了 那事实上确实如此 他们不会有同情心的 因为那些人是穆斯林 那些人不是基督徒 那些人不是白人 那些人是阿拉伯那边的人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一个国家可以阻止以色列做这个事 而且以色列也知道 如果那个国家出手 他就不敢再做了 但是那个国家就是不会出手 那个国家每天装得很同情世界 很在乎人权 那我们都知道我讲的是哪一个国家 就是美国 每天装得很在乎人权 很同情 但是事实上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铁石心肠 他就是不肯出手 他不管死了多少万的巴勒斯坦人 他就是不肯出手 那为什么我会一开始就断定 说以色列打这个黎巴勒 根本跟加沙不一样 很明显的珍珠党的领导层受到重创 但是珍珠党的作战力 尤其是他的隧道站的攻势 更加的完备 他的作战能力更强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的突川 也就是内塔尼亚湖的住所 都被无人机直接攻击到了 那因为他们两个夫妻刚好没在家 如果在家的话 我想他可能也饱受惊吓 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珍珠党本身地面部队 以色列没有成果 他打了多久了 打了很久了 刚开始说可以四足破足 现在我看几公里都推不上去 很难推 为什么因为死伤太大了 而且他们的高阶的军官 死伤的频率越来越高 这个情况使以色列 他在地面部队的作战里面 就没有办法像加沙这样的打法 所以了不起就是不断的炸射 但是问题是你炸射 珍珠党也炸射 那就再不断的炸来炸去 现在胡塞也加入来炸射 那如果叙利亚也加入来炸射 但是我想以色列的经济 也可能不见得能够撑得住两三年 那么每个国家都要想办法 在自己的科技能力上不断的提升 才有机会在未来的竞争里头 独占凹头 这也是美方一直不停 要围堵中国的原因 那么因此最新发表 中国北京市经济区域总经济师 他所发表的是说 小米已经成功的试产出 中国首款的三奈米 先进制程的晶片这件事情 那就会引起国际关注了 是不是真的在各种的围堵 不可以供应链要把它切断 各种的措施之下 他真的反而让他急速的快速生长 生长出一个新的里程碑 有3奈米的高阶晶片了呢 那这个消息一出来 其实马上就又赶快把影片下架 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的关键的敏感度 以小米董事长雷军公开所表达的 他说自研的这个晶片十年磨一件 是九死一生 因为花的金额非常 RD的研发经费 当然是非常的高 10亿元人民币 起跑而已 未来十年还有很多很多钱一直要花 而且这个经费不是RD下去就可以成功 成功率非常的有限 那这个经费投下去是不是充满了荆棘 甚至小米在这个分析里面认为 还得罪的供应链 美国更要连小米都围堵 除了华为之外 这个是他说为了国家任务 掌握关键技术只能走下去 当然在大陆网民这个消息曝光之后 哇一片欢心 可是为什么影片被说立刻的急速撤下来 没有在网络上再可以再被搜寻的呢 是不是跟小米可能担心成为美国下一波制裁有关 因为不一定他现在还没有完全量产 只是在试研发的试产的阶段 所以如果真的三奈米晶片已经研发出来 但他没有办法快速大规模生产 美国要决定对他施加跟华为一样的贸易制裁的话 可能会产生他对于经济量产规模的可能的打击跟冲击 是不是才是关键原因呢 还有在印度跟中国普清的关系 看到这个金砖画面上三个人手牵手 感情很好的画面 中国大陆俄罗斯印度三个国家手牵手 以他们为首的金砖国家十六十峰会登场了 那么看到普清的画面 让印度的莫迪站在中间 也是对他的尊重 这是中国驻俄罗斯大使讲的 深入交换一键推动中俄新时代 取得更大的发展 而习近平跟普清更是密切 已经是半年来的三度见面 这个会议上代表什么呢 这个复旦研究中心的主任沈毅说 创立新的支付系统会是关键 也就是说双方在金融上 像过去像美国动不动可以把这个俄罗斯大 这个金融支付系统给断掉 而产生的惩罚跟制裁 如果金砖 今年领导人会晤的议程呢 把这个优先支付系统给建立起来 将会是美国围堵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个 关键的反制措施 所以去美文化会是关键吗 转向加密货币吗 普清的说法在会议上被报道出来 是说要打造统一的货币 这还是很难啊 不够成熟 所以建议金砖国家在投资的时候 使用数位货币相对的容易达成 这个反制裁的做法 所以印度呢 金砖峰会前夕 中印本来不是小打小闹 很多边境的冲突吗 那被说达成的和解 中印就喜马拉雅山脉争边境的军事规模达成协议 就是要结束从2020边境冲突以来的军事对峙 看起来好像感情很好 是因为已经达成共识了吗 那甚至印度路透社的报道 印度对中国大陆所产的产品投资的打压 包括没有直辈的航班啊 投资审查移动征讯这些正义呢 仍然可以有办法得到缓和吗 印度外交部长说 印中关系是亚洲未来的关键 如果世界多极化的话 亚洲也必须如此 印中关系不仅会影响亚洲的未来 还会影响世界的未来 当然印度也要跟美国一边站队一边买武器 所以像这样子的多边的做法 是莫迪的对华去风险化嘛 所以印度被说形容是内外都有一些尴尬 莫迪的印度制造愿景 Madeen就像美国想要把制造拉回美国一样 他说单打独斗不行 只能跟中国加强合作啊 才有可能完整化供应链 賴老师在看到了最新的小米所生产的三奈米晶片 他如果真的突破了这个关键的话 是不是等于打通任度二脉的关键 我觉得那是第一步而已 也就是说小米它开始在市场看看 它能不能做出三奈米的 那目前传出好消息 可是问题就在于它的价格 因为它的价格是由良率来决定 我们都知道三奈米当初台积电做出来 三星也是宣布它做出来 可是问题就是三星的良率很差 命运大不同 对 那台积电的良率很高 所以成本就完全不一样的 价格也就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后来台积电遥遥领先三星 最主要的就是台积电能够做出 良率更高的这个三奈米 所以台积电维持的领先 那现在小米突破的这一步很重要 也就是我先能做出来 但是接着大家在看的是 你的良率能不能赶上台积电 超越三星那就不得了了 如果赶上台积电那更不得了 所以我觉得小米的担忧是合理的 因为美国相当于有可能 就会出手来修理这个小米了 因为当初就是华为第一次 超越iPhone的时候 华为从此以后的下场就很惨了 那也就是美国就开始马上用 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打压华为 可是华为它浴火重生 当它在站起来的时候 那你美国的手段已经用尽了 一点用都没有了 现在华为开始要开始碾压这个iPhone iPhone现在的处境就艰难了 所以我再强调一点就是 当你美国打压不成功的时候 你就会让你的另外的 产品处境就艰难 因为中国大陆可以开始反手来处理 另外一个在中国大陆市场 越来越没有竞争力的产品了 如果美国再对小米打压的话 那未来小米如果也一样活下来了 那我想美国可能会更惨 因为它的更多的产品 可能中国大陆的反售大 不但是现在Intel出现问题了 搞不好以后高通也出现问题 也说不一定美国所值得骄傲的几个产品 也可能所剩无几的 我想美国最好不要采用这种政治干预的方法 来影响你的市场 最好是采用本来就是互利共生的方法 因为本来华为很多东西就能做出来 他只是认为没有必要 但是当你把我打压的时候 我只好自己做了 不然怎么会有鸿蒙 怎么会有自己的这种高先进的产品出来 我觉得印度的问题是这样子 印度反复无常 所以我个人认为大陆对印度 会保持比较高的警惕心 所以大陆他认为说 他必须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 缓和跟中国的紧张关系 所以边界线上的 脱离接触线的这个协议 确实已经通过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值不执行 如何执行 印度变来变去 坦白说已经失去大陆的信任 协议签了 接着就是看你有什么时候 再违反协议 那如果一直遵守协议 那这样的话 印度的关系 中印的关系会慢慢改善 可是你印度哪一天又翻脸了 那中国大陆也不会客气 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印度交手 要特别留意 这个国家变来变去 反复无常 而且言而无信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 最大的一个灶门 金砖目前的金砖货币没有 但是金砖已经努力的 要去美元化 我觉得他们目前所推的 这个新的机制 这个新的机制 我简单的跟各位报告 它没有实体的货币 它是由央行来做担保 然后采用的是数位化的货币 那这个数位化货币 我举个例子来讲 假设我今天卖 我今天跟你买手机 那我付的是 假设我是大陆人 我付的是人民币 然后你手机交给我 那你收到的人民币 就一个数位化的货币在里面 结果呢 你卖车子给我 我跟你买 然后呢 我付给你的 也不是 假设你今天跟我买车子 你付给我的 是假设是卢布 那我们直接在那边就拆账了 最后你拿到的是卢布 我拿到的是人民币 那也就是说由银行 由中央银行 由央行本身来做拆账的 这样的一种换算方式 我觉得这是目前来讲 他们在没有金砖货币前的 一种本币交易的一种方式 这个可以降低 他们对美元的需求 跟美元的依赖 这些在聚焦 因为这个金砖峰会 恐怕会改变接下来 全球的支付方式 是不是去美元化 已经开响了这个第一枪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金砖峰会之前 中国大陆有一个好消息出来 说小米研制出了 3奈米手机系统级的晶片 哇 这算是一个蛮大的突破 我们看到一些相关的 快科技 还有第一财经 都有报道这个消息 已经成功的突围了吗 已经在这个美国 卡脖子的情况之下 终于做出了3奈米了嘛 那这一回呢 金砖峰会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 这个也有相关消息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已经搭乘了专机 前往卡山 那在这个卡山 克里姆林宫这边的建筑群呢 我们也来看看这个画面 昨天已经点亮了这个金砖墙灯 然后以这个所有金砖 现在已经叫做大金砖国家 各国的语言来表示了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金砖 那金砖这个大金砖 其实也预告着 接下来是要变成 等于说全球南方多边主义 不再是以美国美元 为单一价值的一个世界 那我们看看这个其实蔡奇啊 还有王毅啊 也都陪同习近平这一回的出访 这一次的大金砖主张 其实就是中国大陆主要提出来的 三个关键字 就是大金砖合作 全球南方多边主义 来宣告着接下来的去美元化 展开序幕 那我们看到克林伍林宫 这个普钦也说 这一次最主要就是 要跟这个习近平见面 那双方也要讨论到 各领域的合作 以及国际还有地区的重大问题 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 其实不满意美元主导的地位 还有美国把这个经济 变成一个武器化 动不动就是用制裁的方式 那所以很多人就想要 赶快脱离这个美元系统里面 因此对于这个金砖PLUS 来说的话 大家也是说 这是挑战着美国跟西方主义 主导的这个国际秩序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一次大家这么瞩目的 就是金砖支付的出现了 金砖国家推出了这样的 新的支付平台 那其实我看到今天有一些 台湾的一些学者 专家财经专家都在讲说 台湾要留意不能被边缘化 如果我们没有搭上 这一波的这个金砖支付的话 台湾会变成在这样子的一个 金砖支付体系外头的边缘人呢 那这是值得注意的 那南非财政部长就有提到 他说其实这个金砖支付 不是要取代现有的系统 而是要促进这所有的金砖国家 使用当地的货币来进行贸易 那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 金砖国家的工商论坛里面 大家都开始这样子参与说 哎怎么样使用这样的金砖支付 我们来看看画面 在其实他们这个论坛期间呢 标有这个金砖支付标志的一些 咖啡馆啊商店啊 都已经可以开始测试金砖支付了 因此有很多金砖国家就在讲说 哇这个已经奠基了一个 新的国家支付系统的这个基石 而且还包含了九种货币 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这个方式 甚至还有黄金支付哦 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全球南方 在这个大金砖底下 感觉上面发展更加快速了 因为现在以整体的购买力 评价计算来看的话 其实大金砖国家 加起来已经是超过了G7 甚至呢对于全球经济成长的贡献率 已经超过了50% 那所以这个全球南方等于是 全球经济往前复苏的一个火车头 跟发动机啊 那再来看看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汽车 也在这一次的卡山金砖国家峰会里面 吸引了非常多人的注意啊 就想说哇红骑车也现身其中哦 就是被这个环球的记者拍下来 他说啊真实感受到中国大陆的品牌 现在出海的魅力啊 在俄罗斯现在有非常多人都喜欢中国大陆的汽车品牌哦 因为在这一波的俄乌战争之后呢 其实他们不论任何方面 不论是家电不论是汽车哦 都开始转向使用中国大陆的品牌 然后根据统计呢 现在俄罗斯9月份的品牌销量哦 前10名当中哦 只有第一名是俄罗斯的汽车 其他9名全都是中国大陆的汽车品牌 那所以你可以看出啊 这个中俄之间的这个交流非常的深啊 另外广交会的第一期落幕也发现到 哎 连中东的采购商也是大增哦 所以你看现在沙烏地阿拉伯的CEO 沙烏地阿美哦 他们讲说现在非常看好中国 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成长哦 以及他们现在这个石油的需求哦 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而且更在深化双方的伙伴关系 来请教赖老师 美国他们这次要修理俄罗斯啊 把俄罗斯赶出SWIPT 也就是说把SWIPT工具化 把世界绝大部分的发展中的国家都吓到了 包括中东地区的沙特阿拉伯等 这些富有的国家 他们全部都被吓到了 所以他们不约而同的 都在要去美元这种风险化 而且都有高度的意愿 那现在的金砖啊 他的GDP已经超过G7了 嗯 他的人口数啊 占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 而且他每一年的经济的增长 他只会跟G7拉的差距是越来越开 也就是说金砖是越来越大 人口越来越多 而G7相对他来讲越来越小 影响力越来越弱 对 那你想当他的GDP这么的高 他的贸易额一直在升高的时候 那难道还要使用以美元为基础的 sibiter的这个系统 嗯 他们没有这个想法了 所以在这一次里面就比较有共识了 俄罗斯在主力推 您刚介绍的那套系统非常重要 目前来讲还没有发展出这个金砖币 所以没有实体的货币 它只能够是数位的 但是我举个例子 假设我是大陆 我给你俄罗斯买天然气 我给你买了 然后我支付给你的是人民币 可是你收到的却是卢布 而你跟我买车子 然后我卖车子给你 你付的是卢布 我收到的是人民币 那这个是怎么来呢 这个就是金砖国家的央行本身做背书 那他们本身的本币交易的汇兑机制 跟清算银行的机制 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所以目前来讲都在数位化 所以你可以用手机 数位直接买东西 你可以银行汇兑买东西 但是金砖的这九个国家 他们彼此之间 在这一次确定之后就要开始推了 那中国大陆它的主张是要大金砖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了 有二十几个国家在排队 古丁他这一次的会议 因为本来金砖原本在今年的时候 应该是十一国 结果阿根提米莱 极右翼的退出来了 结果沙特阿拉伯 他后来走保险了 我判断应该是美国给他施加压力很大 可是他没有退出 他只是取一个说我缓一点 我再慎重一点 再想一想 本来是沙特积极的要加入的 那现在他变成是往后退了一点 可是他没有退出来 所以目前是九个国家 但是普丁他办的时候 他邀请了韩这九个国家 总共四十二个国家 有二十个国家的元首都来参加 所以对普丁来讲 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主场秀 他也知道美国一定在迫害他 不让他把这个主场秀办好 习近平就硬挺 情义相挺 你看这一次去的时候 中国很看重这个 那在这里就推出大金钻计划了 那也就是说准备要再度的扩容 目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 那也就是欧亚的桥梁 土耳其想加入 南美洲的稳列瑞拉石油大国 也想加入 我个人倒觉得在这一次未来 定出这些方向之后 美元的霸权地位会受到冲击 短时间消失不可能 但是冲击一定会发生 有办法的是 这个美国跟其他的欧洲的国家不开心 或是日本 韩国等不开心 你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就是现实 现实你看到了就是金钻的GDP 大于G7的GDP 金钻的成长速度 快于GDP的成长速度 而且成长很多 例如说5到7都有 而G7是0到负 然后到了不起2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 G7的成长速度很慢 甚至负成长 而金钻都是快速成长 而金钻的GDP的经济体 又比这个G7还要大 那你想它当然是带动 全世界的这个经济的发展 所以所有发展中的国家 当然都想加入这个组织 然后你已发展的国家 又不能忽视这个组织 因为它是代表一个 庞大的消费市场购买力 好 可是问题在金钻里面 谁具有最主要的影响力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不但是工业生产制造大国 也是消费大国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连G7都不能够忽略的 巨大的购买市场 它又是一个输出市场 然后又是一个高科技的 一个发展中的 一个最大的工业体 一个高科技的中心 而且它是可以跟美国 并驾齐驱的一个全世界 等于是为二的 这两大工业大国 而且它的工业体系 又比美国更完整更强大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请问一下 以后的所有的标准谁定 规格谁定 规则谁定 那当然是金钻国家 越来越有说话的话语权 而在金钻国家里面 中国大陆的话语权就更大了 然后在这一次中 一直在强调本币交易 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定出一个 一个决议 而变成一个鼓励 一个方向 那主要的还是在于 这个硬体的基础设施 本身还不成熟 那目前中国跟俄罗斯 已经成立一个工作组 要来解决这问题 因为中国比较主张的是 它的这个基础设施 为基础 对 来推广到所有的金钻国家 那未来加入金钻国家 或是跟金钻有联系的 它都是使用中国的 这一套的基础设施 这一套的基础设施 包括这个5G的问题 也包括软硬件的问题 甚至未来又可能都用 鸿蒙的系统等等 那我想这个部分里面 中国你不能够忽略了 一旦不能忽略 你当然每一个国家 要加入金钻的 一定跟中国大陆 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科技大战 根据高通最新 在美国的夏威夷 举行的新机发表会 这个叫做 新骁龙8LX晶片 小米15系列 为它的首发的机种 这个叫做旗舰5G手机晶片 那叫Snapdragon 这个标榜 首科纳入二代的 骁龙系列 手机晶片的CPU 那是不是小米也刚刚 宣布的这个可能 三奈米已经研发出来的 晶片各种的技术 都在这个小米15系列里头 被又运用上了呢 那这个三奈米 目前当然还没有办法 大量量产 只是研发出来做了发布 但现在华为 已经被列为白宫的黑名单 未来小米虽然还没有被制裁 如果真的有更多的先进制程 接着是不是有被盯上呢 艾斯莫的CEO说 陆契也许能够限量产出5 3奈米的晶片 他相信中国已经可以做到了 只是目前产量有限 所以不管在美国 马上11月5号下个个礼拜 每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要进行总统大选 美国政府都会继续收紧 对于中国的出口管制 这个也是美中对抗 避免对手变强的各种钳制 金砖会议正在进行当中 77个国家里头有24个国家 这次参与了 看到普京跟习近平 两个人会晤的握手见面 共同发表的是说 世界正处在白年未有的大变局 国际形势呢非常的乱 相信中俄世代友好 深厚情谊不会变 那么有意加入金砖的还有谁 越南 越南的总理范明正还特别到了 俄罗斯的柯山金砖会议 表示他愿意跟大家加强合作 他在美中当中 一直在寻求自己想要的 真正的利益 或者是合作的模式 而习近平呢 见了辽国的国家主席 告诉大家说 准备双方继续做大做强 中疗铁路 推动中疗经济走廊的建设 共造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的样板 当然金砖国家 这里的经济利益非常惊人的 人口数就有34.5亿 占全球的40% 经济的规模26.6兆美元 也占全球GDP26.2 非常的高 那这77国的集团呢 包括了有开发中国家 新兴国家 有134个国家所组成 涵盖全球80%的人口 影响力 开玩笑 当然不可小看 而美国公赛值利率呢 当然最近的股市变化很大 在震荡 美国公赛利率的走势图 看起来呢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 越来越近 有更多的预期心态 在当中 10年期的美债值利率 礼拜二攀升 大概60个基点 也算是近期 稍微高了一点点 到了4.2个百分比 从联准会4年来首次的降息到现在 一天一年的低点 总算稍微的有点提升 那但史丹普500指数 到球工业指数都下跌了 大家都对于接下来大选的因素 很多的担心跟评估吗 那担心说是不是软着陆的大陆预期 可能会增强 现在正在刺激经济的内需啊 经济发展啊包括房市 但美债却不担心会重演1995年的大抛售吗 美债如果数字不好看 对于美国的这个政府 当然也有担心的概念在当中 像德意志银行的利率策略师就说 持利率上升反映的经济衰退的风险降低 但是鉴于经济数据很强劲的关系 联准会可能会放慢降息 麦老师 从华为传出可以做出5奈米7奈米 那当时很多人就是不可能 后来证明他们做出来了 现在小米传出做出3奈米的时候 哇大陆的网民是一片欢呼声 结果他们很快的把这个文章下架了 因为他们很担心说 你美国又开始要用国家安全的理由 开始要准备打压华为了 打压小米了 原本打压华为是因为华为在几年前 第一次首次超越苹果的时候 从那一年就用国家安全的理由打压华为 那现在小米一旦能够做出3奈米的时候 美国又想要把小米整垮 然后又要拿国家安全理由 可是华为没有被整垮 我相信小米美国也打不垮 因为小米的渗透力太强大了 而且它的对于我们消费者的建立起来的 相互依赖的关系也太强大了 小米不只是在中国大陆 在台湾也很受欢迎 在全世界在美国你也不可能打压了 因为太多的依赖它的产品 品质好又便宜又好用 那到底能不能做出3奈米跟5奈米 埃斯莫尔的CEO认为可以 只是他认为良率到底多少 你的数量到底多少 你的产能不能满足你的需要 然后就是你的价格到底多少 可是问题是在于 这位埃斯莫尔的CEO他其实是焦虑的 因为他气到不行 所以他这一次在参加 微博所办的科技论坛的时候 他就直接骂了 他直接开骂 开骂谁呢 开骂他自己国家的政府 也开骂美国政府 他说请问一下 中国大陆用的都是成熟制成的 这个光刻机 不是最先进的制成的光刻机 那有什么国家安全的理由 你们给我一个理由嘛 你们告诉我 影响到哪一个地方的国家安全 成熟制成的光刻机都不准卖 那我这个小米 我这个埃斯莫尔 股价跌成这样 所以他为了要强救他的股价 今年的财报不说了 然后呢 就变成是说 我们预估明年2025 还是可以的 订单还是有的 可是问题是他们越来越焦虑 为什么 因为大陆如果他的光刻机 目前初步的已经做出来了 而如果他越来越成熟呢 如果他的走势一直在往上升 那这个是时间的问题嘛 一旦他可以做出 成熟制成的光刻机 哪一天他可以做出 先进制成的光刻机 那你埃斯莫尔 自己就等于是 培养出一个竞争对手 而现在很多国家 都想要做半导体 不只是印度想做半导体 越南也想做半导体 马来西亚也想成为半导体的重镇 那未来中国大陆的光刻机 变成是这个 埃斯莫尔的一个最大的竞争者 那请问一下 这个对荷兰来说的话 那有什么好处 我个人是觉得 这些暖弱的政府 不懂得保护自己的企业 让自己的企业面临最大的困境 这是很大的罪恶 我就想到我们的台积电 很有可能川普上来了以后 不再给取消补贴 我们台积电的命运就多舛 白白送去了 白白送去 目前来讲 这个还没办法量产 然后成本开销都是昂贵的 然后还是这样子 暖弱的政府的情形下 把台积电送到美国去 结果他到最后还不给你补贴 那赔了夫人又折兵 那难道还要再撤回来台湾吗 还撤回来台湾损失多少 我觉得现在据说 据说台积电自己出来澄清看看 据说台湾现在的工程师 不能够再从台湾掉过去了 因为就认赔了 就认了美国的台积电去烂了 因为我们的工程师要保本了 要保在台湾了 这据说我想这个立将军 他们有家人在台积电 搞不好可以传达 可以讲出更多的内幕 现在不是压力下 一直宣布扩厂吗 对 所以我个人倒是觉得说 暖弱无能的政府 害死自己国家的企业 Asmore是一个例子 我们难道不也是一个例子吗 但是我们看看金砖 真的是好多国家想加入金砖 土耳其要加入 泰国要加入 马来西亚也想要加入 现在连越南都想要加入 都是东盟的国家 欧亚的桥梁土耳其 它本身是北约的会员国 后来北约就骂说 你是我们北约的成员国 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可以加入金砖 结果你知道艾尔多安怎么去求他们吗 他说 那请问你法国美国 为什么可以加入G7 就是说你可以加入G7 为什么我不能加入金砖 这是很有道理的一段话 休息一下 10月5号倒数时间 马上就要进行投票了 最新华尔街日报的民调告诉大家 川普超车两个百分点 最近延续以来 在最新的几个媒体民调里面都有这个趋势 川普为福的领先 或者是在摇摆州都有这样的现象 这个最新公布的47%领先贺锦丽的45% 还有个题目叫做 美国民众对于川普的看法有没有更积极呢 52%的人认为他在任期之内的表现比贺锦丽更亮眼 大多数的民众关于经济议题这个层面 川普似乎是比贺锦丽更有这个说服选民的利多 所以这个正面比负面还多了10个百分比 相反的对贺锦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呢 却比正面多了4个百分比 他被说那贺锦丽完蛋了吗 要输了吗 现在真的还不知道路死随手 兵州因此他就要最后冲刺去想办法 把这个摇摆州民意给拉回来啊 结果在参加CNN的关键摇摆州举办的活动里头 现场回答选民提问一个多小时 都被说啊 雨多累赘哼哈哈闪烁起始 让记者名嘴都说大失所望 以这次CNN主播公开的谈话就 他们主播很厉害很呛 都直接批评候选人 说民众告诉我 如果贺锦丽目标是搞定没有决定的选民的话 告诉你 他们没有把握他办到 认为他回答没有办法让选民支持啊 那贺锦丽被问到对比 川普是不是可能更强硬呢 七分钟的回答更是闪烁其词 连CNN主持人本来是想要让他可以发挥的 就想不到变得很尴尬 我再问一次也没有得到答案 所以贺锦丽接受选民提问的时候呢 被说到底是不是延续拜登政策嘛 他强调自己是我当选不会是拜登政府的延续 哦那什么意思 会有新的观念新的方法 还有用自身的经验带入新政府 那是在否定拜登吗 那大家觉得你的稳定度就是因为延续拜登政策 大家可以想象的时候 你又去否定你不是拜登政府的延续的时候 就会在这个民意的讨论上媒体上 是产生了很多的质疑跟问号 这也是民调没有办法突破的原因吗 还有川普一直批啊 贺锦丽太嫩了啦 如果习近平呢跟他交手会把他当什么样的对待 主持人这样问他 他说把他当baby一样啦 会把他手上的糖果拿走 因为这个小女孩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就好像是西洋旗大师对一个新手一样 那被说这叫叫真回归吗 当时拜登退选 让贺锦丽来代表出马的时候 那时候哇一度民意制度非常的高涨 现在叫叫真回归吗 尤其是他对中国大陆的态度 也影响了很大的关键 在CBS的访问里头被问到 刚刚提到的这个 到底谁是美国最大的对手 他讲是伊朗 手上沾满了美国人的血 当然这不符合其他政治人物的标准答案 而经营学人则说 贺锦丽的语气跟比拜登 川普更温和 那对中国唯一的警告是说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 会面临实质的经济后果 比较起来负面的讯息里面 包括了前女模指控川普什么摸片乳房性骚扰啊 好像没什么了不起是不是 对于美国选民来讲 这个不稀奇了吗 川普或者是性骚扰人品不重要吗 所以川普当选到底对中国利跟不利 有各种的分析 那么是不是科技AI股会大涨 或者是川普的前官员说 中国是美国生存威胁优先应对 这个才对吗 可是企业界怎么做 它是逆向行驶 像苹果好了 CEO库克 特别去探访科技小院彰显中国市场的吸引力 而且整个旗舰店越盖越大 是不是跟民间企业也有不同的 刚好相背离的看法呢 邰教授 请求你不要忘了 挺川普最有利的钱给最多 而且亲身全部去动员 马斯克 对马斯克 马斯克在上海 马斯克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不容小觑 马斯克的特斯拉赚最多钱的 还是在中国大陆 所以我觉得一些官员 川普的一些前官员 都说要对中国要怎么样 可是那些人是对川普 没有实质上的直接贡献的 马斯克是有直接贡献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 川普到底是比较在乎谁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拭目以待 所以有时候民进党当局 你花了很多的钱 邀请他们来台湾 讲的一些你爱听的话 然后骗骗台湾人 他们就把台湾人的口袋 就落了几十万美元走了 那些人 未来能不能起作用 我是很大的怀疑 不过我觉得贺锦丽的秘业期 确实已经结束了 彻底的结束了 所以现在回到正常 现在回到正常的时候 贺锦丽的空心菜的特质 已经展现出来了 台湾又有一个空心菜 但是她可以透过 这个讲稿提示器 不接受访问 不接受访问 根据提示器 那么讲了一堆忽悠台湾民众的话 台湾民众就被忽悠过去八年了 可是问题就在美国民众 是不是那么容易被忽悠 这就不一定了 因为目前来讲 贺锦丽的这种空心菜 对不专业 副总统当了四年 快四年了 还是不专业 对于整个拜登任内的这些政策 他到底内不内行 很明显的被问的时候 只讲空洞的概念 什么新观念 新政策 新经济 都加一个新就好 但是当人家在问他具体内容的时候 什么都讲不出来 什么都讲不出来 大家都越来越烦了 大家越来越不耐烦了 就是说你告诉我 你的牛肉在哪里 讲不出牛肉来 只讲一个 我会有新的菜单 我告诉你 我会做成为米其林的二星级 三星级的菜 人家告诉我说 那你要怎么做 三星级的菜 然后呢 三星级的菜 那这个大家听了就烦了 因为最词很多 然后都讲空洞的话 大家受不了了 说不了的时候你看 他的这么重要的一场 冰州 冰州是摇摆州 冰州过去 而且冰州也是 这个拜登的家乡 冰州是冰家的必争之地 但是很明显的 你可以看到 他在这个地方 失分失大了 这次的民调出来 对于这个贺锦丽来讲 是非常的不利 摇摆州对他的民调 也出现很不利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情形下我们看到 川普就趁身追击了 川普重新把话语权抓回来了 本来贺锦丽上来的时候 你想想看 那一个月啊 川普讲什么话 没有人理他 也上不了版面 现在川普的放言高论 他又在新媒体 又在自媒体 又在这个新闻的版面中 他越来越多的出现 这代表什么 整个新闻热度 又回到川普身上 随便说话都有新闻 这不得了啊 这怎么办 美国选情过一句